作为喜马拉雅山主峰 世界第一高峰 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其高度的探寻 三百多年来 珠峰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测绘史 到底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测出它的高度 在测绘学中 高程是某一点相对于基准面的高度 在中国 测量珠峰的基准面是青岛黄海水平面 测量高程的常用方法包括两种 第一种方法是传统的经典测量方法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水准测量 其精度较高 它是在测量站的两端设立两个标尺 通过水准仪的水平视线 可以测出两根标尺之间的高差 再以起酸面为基准 把这一站一站的高差不断累积起来 就可以得到珠峰脚下测量点的高层 三角高层测量原理是测量A B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与自A点观察B点的竖直角 利用三角公式计算B与A的高差 它不受地形条件约束 但精度较低 气压高层测量则根据大气压力随高层变化的规律 用气压计测定两点的气压差推算高差 它受气象变化影响大 精度最低 而在测量珠峰时 会将几种方法结合 以三角高层测量方法为基础 配合水准测量 三角测量 导线测量等方式 获得的数据进行重力 大气等多方面的改正计算 最终得到珠峰高层的有效数据 第二种方法是GPS卫星大地测量法 首先要建立一个能与地球形状最大程度契合的参考拖球 并在拖球中找到目标物的三维坐标 随后只要确定了参考拖球与真实地球 在目标物最高点上的高层差 就能够得到目标物准确高层 2005年 中国在测量珠峰高度时 就是将三角测量 水准测量与GPS卫星测量相结合 这次测量也是迄今为止最精确 最可靠的珠峰高层数据 作为中国统一采用的标准数据 一直采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来 测绘工作者已对珠峰进行六次大规模的测绘和科考工作 并先后于1975年和2005年两次成功测定并公布珠峰高层 而在2020年的测量中又有新的技术创新和突破 比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国产测绘仪器装备 应用航空重力技术 此外 本次是测绘队员首次登顶观测 能获取更精准丰富的科学数据 目前 珠峰高层最常被提及的数值有三个版本 而测量活动仍在积蓄 这是因为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下面以及周围 是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变化的岩石圈 生物圈和大气圈 珠峰地区每一次地壳运动都会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对珠峰高层精确度的不懈追求 是对自然的探索和好奇 更是对生存家园愈发深刻的认识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